畅销间谍小说作者 竟是真间谍 小说版权算违法所得吗 这也太迷糊了 这是个真事 之前一名畅销书作家 突然被国安局给抓了 原因是他写的间谍小说 太逼真了 尤其是对间谍活动的感受 既然如此之细腻 仿如自己就是当神 这三文小说 致命落点 致命武器 致命追杀 可以说是开创了 我国间谍小说的先后 甚至国安局的同志们 还也都很喜欢看 这一看不要紧啊 怎么很多情节和兴趣的真实案件 有点像呢 就算杨恒均履历丰富 见多失望 但很多间谍手法 写成小说赚的钱 可以没收吗 根据刑事诉讼规则 违法所得指的是 通过实施犯罪 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 你比如实施间谍活动 敌果给他公司报仇 这是算法 但写书这个事 它和间谍活动是两码事 只要不是传国淫秽 暴力血腥等违法行为 即使把某些顶感是来自于自己真实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感受 这个呢 在法律上也不会认定为违法所得 更不更还行 万故事纯属虚构 你们觉得 它的版权该莫充吗 各位看官老爷夫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在创作实属不一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